武神主宰 第5546章 好好品尝 作者 按摩师 下方魔力身体 却是抖动得更加厉害了 他眼神发绿 看着前方沸腾的血池 不断咽着口水 秦晨 我真的快忍不住了 我 根本不需要他主动吸收 四周一缕缕中 合过的深渊之力 竟是主动朝着他 缓缓飘散而来 吸收 此时的魔力 根本不需要自己去催动 这些融合了 冥界规则的深渊之力 便是主动朝着他的身体涌来 哄 就如同一道道的小蝌蚪一般 这些深渊之力 在靠近魔力之后 顿时如蜂拥一般 好似找到了杆弯一般 沿着他的毛孔 渗入到他的身体中 情不自禁 迫不及待 秦晨 我真不是故意的 魔力哭丧着脸 欲哭无泪看着秦晨 那表情要多可怜 就多可怜 他是真没打算去 吸收这些深渊之力 可是这些深渊之力 却非要主动进入他的身体 他拦都拦不住 这让他如何视好 而在这些宛若蝌蚪般的深渊之力 渗入他身体之后 哦 好爽 魔力身体抖动如筛糠 浑身上下涌现出了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 一种苏麻的感觉 瞬间传遍他的全身 在这一瞬间 他简直都快要升天了 并且 他体内的规则 在这些深渊之力下 竟是缓缓地凝食了起来 这些深渊之力中 不知融合了多少规则大道 很多都是魔力以前从未感悟过的 此刻进入他的体内后 他竟是没有丝毫的阻碍 便能轻易将其吸收 一道道大道丝线 在他的身体中凝聚 这种感觉 简直比起炼化任何东西都要畅快 仿佛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一般 我 我 魔力伸出双手 手掌之上 一丝丝的深渊之力流转 他并未主动去吸收 可全身上下 莫名地吸引到了许多的深渊气息 招风惹蝶 一旁 秦晨脸色铁青 他自然看得出来 魔力并非是自己 要去吸收这些深渊之力 而是这些深渊之力 主动投怀送抱 可吸收归吸收 魔力就不能别露出这种销魂的表情吗 都准备了 秦晨第一时间 将神石涌入混沌世界 因为他知道 魔力身上的异状一出 自己还想像先前一样 猥琐在后面 是肯定不行了 果然 当无数深渊之力 主动进入魔力身体之后 上方高台之上 太阴明女瞬间惊呆了 黑莲圣史 这到底怎么回事 看着那些像是小蝌蚪 找妈妈一般 进入魔力身体中的深渊之力 太阴明女 整个人都快梦了 这么多年来 他炼化的镜线鬼修 怕是不下上万 可像魔力此刻身上状况的 他还是第一次见 黑莲圣史 也是一脸震惊 这 本作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传说中的寄生体本作 也是第一次见 这些深渊之力 在主动进入此人的身体 而且似乎没有任何副作用 难道这就是寄生体的神器 寄生体的特殊 黑莲圣史 也只是在传闻中听说过 显然也是第一次 遇到这样的情况 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将这两个家伙擒拿了再说 太阴明女目光一寒 对着秦晨和魔力 便是猛然间一抬手 哄 刹那间 洞穴上空无数黑色触手 迅速地朝着两人束缚而来 本来 太阴明女还有耐心等 最后再恋化两人 可看到魔力身上的异动之后 他顿时安耐不住了 这种状况 他以前从未见过 谁知道时间异常会出现什么状况 秦晨 魔力见状连惊呼一声 看向秦晨 秦晨满脸黑线 你看我做什么 还不快躲 这魔力以前不是精明得很吗 怎么和自己联手后 变得这么蠢蠢的了 顾不得多想 秦晨身形迅速朝着一侧暴略而去 轰的一声 瞬间躲过了树根黑色深渊触手的擒拿 而魔力文言也是急忙闪避 那深渊触手几乎是擦着他的身子掠过 瞬间将魔力惊出了一身冷汗 看着秦晨心中怒骂道 妈的 我先前不躲 不是为了配合你吗 谁知道 你这个老鹰底 有什么打算 嗯 看到秦晨和魔力 居然都躲过了深渊触手的束缚 太阴名女 顿时露出一丝惊疑 这两个家伙 好敏锐的战斗本能 须知 这些深渊触手乃是静置大阵所化 便是一些巅峰三重超脱级的强者 也能轻易束缚 眼前这两个家伙 就在太阴名女心中惊疑之时 走 秦晨低贺一声 整个人瞬间冲天起 魔力也顾不得咒骂了 急忙跟着飞掠起来 嗖嗖 两道流光快若闪电 直接冲向洞穴上空 两位 拜托就一下我 求你们 带我一起走 与虚空中还有不少鬼羞 未曾被彻底炼化 看到秦晨和魔力 竟然要逃离此地 顿时剧烈挣扎起来 哀求出声 但秦晨和魔力 却是置若罔闻 疯了一班 冲向洞穴上空 哼 这两个家伙 居然想要冲破这静置束缚 逃离此地 看到两人的举动 太阴鸣女原本心中的疑惑瞬间一扫而空 先前还以为这两个家伙隐藏了什么 看来 是自己多虑了 太阴风鸣阵 起 太阴鸣女低贺出声 刹那间 无数黑色流光 自洞穴上空浮现 化作一片浩瀚的大阵 直接拦在秦晨和魔力身前 喷喷两声 秦晨和魔力撞在那大阵之上 顿时被阵退开来 一个个气血涌动 面色苍白 两个小家伙 倒是给了本地不少惊喜 都过来吧 小乖乖 太阴鸣女轻笑出声 对着秦晨和魔力 当即探手抓事而来 轰的一声 虚空中 两个巨大的手掌浮现 一股恐怖的大地气息 瞬间弥漫开来 如同浩瀚的汪洋倾泻 瞬间笼罩住秦晨和魔力 咔咔咔 两人的身体 剧烈振战起来 发出了宛若抱豆子一般的哀鸣之声 大地之力 太阴鸣女的大地之力 镇压下来 秦晨和魔力 全都感受到了一股 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是一种从生命本质上 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力量 不 惊恐的嘶吼声中 秦晨和魔力 宛若两只小鸡一般 被太阴鸣女 瞬间抓摄在了虚空中 缓缓地拉到了自己身前 太阴女帝大人 饶我一命 只要你放过属下 不管你要我做什么 属下都心甘情愿 秦晨神色惶恐道 看到秦晨的举动 魔力也急忙点头 对 对 女帝大人 只要你饶我等一命 我愿 为您做牛做马 当鸡做狗 你让我咬谁我就咬谁 打死不松口 太阴鸣女眉头一簇 见过没节操的 没见过这么没节操的 竟是把自己当作猪马 她不由得轻笑起来 放心 二位可是本地心目中的白月光 我会留到最后 品尝你们的 话音落下 太阴鸣女对着远处 虚空那些鬼羞猛的一挥手 轰的一声 无数深渊触手 瞬间大放光芒 啊 七粒地惨叫声中 那些被束缚在虚空中的诸多鬼羞 瞬间加速消融起来 无数规则气息 融入漆黑血池 那血池沸腾得更加剧烈了 哥哥哥 好浓郁的深渊气息 等本地吞噬了他们的本源之后 再来好好品尝你们 太阴鸣女眼神邪逸 面目猙獰 她身下的高抬 陡然亮起一道道 灰色的黑色蜜纹 下方血池中的 一道道深渊气息 瞬间冲天起 缓缓进入到 太阴鸣女的身体中 砰的一声 太阴鸣女提表的镂空内甲 瞬间炸裂开来 露出曼妙白皙的完美铜体 那血白的肌肤刺人双眼 白的恍人 如同鬼魅 嗯 一道滴滴的嘶吼声 从太阴鸣女口中传出 她面色潮红 额头满是冷汗 那一丝丝的深渊之力 渗入她的身体 就好似一根根烧红了的粗针 在她的经脉中搅动一般 令得她浑身剧痛颤抖起来 秦晨 什么时候动手 再等下去黄花菜都要凉了 太阴鸣女身前 魔力被死死束缚着 急忙看向秦晨 暗中传音 她太着急了 这深渊气息给她的诱惑太强烈了 再等下去 都要被太阴鸣女给吸光了 而这一道无形的传音波动 瞬间被太阴鸣女体内的黑莲圣石捕捉到了 她眉头顿时一簇 嗯 这两个家伙 这个时候居然还在传音 如此危急时刻 正常鬼修早就动弹不得 绝望嘶吼了 怎么可能还能暗中传音 什么情况 就在黑莲圣石心中莫名惊疑的时候 就是现在 被束缚在虚空中的秦晨 瞳孔中陡然掠过一丝寒光 小神 住我 哄 伴随着秦晨心中立刻落下 一道恐怖的沙翼气息 从秦晨身体中陡然爆发而出 这一股沙翼气息之恐怖 宛若天崩地裂 又犹如火山喷发 在一瞬之间迸发而出 惊动天地 轰隆一声 秦晨手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柄漆黑骨剑 剑气冲天 化作无尽汪洋席卷 狠狠批斩在太阴明女 束缚住她的力量之上 就听咔嚓一声 那股力量在逆杀神剑的批斩之下 瞬间崩灭开来 紧接着 一道无形的剑光暴卷而出 疏忽间便出现在了太阴明女眉心 狠狠刺落下来 整个过程 宛若电光火石 千军一发 太阴明女还没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 逆杀神剑就已经来到了她的眉心 强烈的杀意 激得她浑身寒毛直竖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